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国兴起时才被废除 祖祖相传的姚舜五教 是教学的五个科目 学者学此而已 这五个科目是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现在我们逐条来介绍 甲 五教 五轮 甲一 父子有亲 乙一 亲爱 精诚 父子有亲的亲 是亲爱 这是天然的性德 不是有人教导的 从何时最容易看出来呢 从婴儿 小孩二三岁到五六岁 这时候天真烂漫 天是天然 自然的 父母对子女的爱护 是无微不至的 这种爱 是发自于真诚 发自于真心 是没有条件的自性真爱 子女在婴孩时代 对于父母的爱 也是天然的 这就是道 所谓道 是自然而然 是宇宙大自然运行的规则 随顺道 称为德 绝不违反天然之道 是有德 如果子女从小受过圣贤教诲 能终生保持对父母的亲爱 永恒不变 这称为德 中国古人最基于代表性的顺王 据传记记载 顺确实是保持幼孩时的爱心 永远不变 她母亲过世后 父亲娶了继母 继母对她非常不好 顺能用对待自己母亲的爱 去爱她的继母 而且终生不改 这就是德 中国民间相传的24孝 顺排在第一位 她是我们的榜样 教导世人 父子有亲的治理 中国人称父子 君臣 夫妇 长幼 及兄弟 朋友 为五轮 这是人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 不是别人所发明 制定出来的 而是天然 自然而然的 我们细心观察 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跟他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已经开始做朋友了 这是人教他的吗 这是人在设计的吗 没有 完全出之于自然 所以 父子是自然的 君臣 也是自然的 君臣 是指领导 与被领导 人在世间 总归汇居 一个地位 不是领导别人 就是被人领导 夫妇 也是天然的 兄弟 朋友 通通都是 这就是五轮 五轮是自然而然的 这是道 顺乎道 不违背道 就是德 所以亲爱是德 父子相亲 圣人的教话 就是教人明了此大道 一生中 直至老死 都永恒遵守 而不违约 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 大学问 以二 师资道合 中国的教学 崇尚师道 师道在五轮中 并没有明显地列出来 师道是什么 师道也是在第一条 中国人看待老师和父母 完全相同 读中国古理 诸位就能够明了 尊师重道的道理 一个人能在社会上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是由两个人教导出来的 在家庭中 是父母 父母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真的是给子女 做出最好的榜样 子女天天在看 天天在学 等到六七岁上学了 老师是学生最好的榜样 父母教导子女 尊师重道 老师教导学生 孝顺父母 所以师道是合在第一条的 父子有亲 师徒也有亲 父子是血缘关系 师生是道义的关系 所以在中国古理中 学生对老师和对父母 完全相同 学生有义务照顾老师一辈子 不单如此 学生还要照顾老师的后代儿孙 这就是报恩 你是如何成就的 是老师教导出来的 要如何报答老师呢 老师在世时 要照顾老师的生活 老师过世之后 后裔如果在生活上有困难 也要照顾 父母过世时 儿女守丧三年 是待孝 老师过世 学生心丧三年 只是没有孝福 在精神上和对待父母之丧 完全相同 所以中国的教育 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以孝亲尊师为根本 甲二 君臣有义 义是道义 明白了什么是道 随顺道而行 就是义 父子随顺道 就是亲 所以亲 义是德 小而言之 领导人对待被领导人 就是君对臣 要仁慈 君要仁 臣要忠 这是德 人是德 忠是德 总称为义 个人有个人的本分 职责 一定要尽道 这是随顺道 称之为有德 这个关系在社会非常普遍 不仅仅是在政府 朝廷之间 例如 中国从前是大家族 有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 乃至五代同堂 家族里面地位最高 最尊贵的就是君 底下所有的族人都是臣 现代社会不作星大家庭 都变成小家庭 社会公司行号林立 公司里面的董事长 老板就是君 他底下的幕僚 职员就是臣 在行政组织里 各个阶层都有领导人 省长 县市长是君 再下面 乡镇长是君 底下替他办事的人 都是臣 所以 无论哪个阶层 只要是在领导人的位置上 对待被领导的人 要仁慈 要常常关怀他 要照顾他 要想到他 他就会替你忠心办事 这是符合于自然天道 甲三 夫妇有别 别是什么 别是差别 什么差别 责任不同 各有各的职责 这是天职 中国古代社会 男主外女主内 绝不像今日社会说 要提高女权 要权力平等 现在 争平等 实际上 是把自己的天然职责 失掉了 印光大师 在文抄里 说得很清楚 一个家庭当中 女人的权 比男人 重要太多 太多 女人一生的职责 是向父教子 所以称为内助 她是帮助丈夫 治理家庭 使丈夫无后顾之忧 管理家庭 最重要的职责 是教育儿女 所以家庭 有没有好的后代 责任都落在 妇女的身上 纵使自己的丈夫 一生做出了最伟大的事业 轰轰烈烈 但如果是后继无人 他一生的成绩 就等于零 在古代最明显的 帝王登基 举行就职大典 就职之后 第一桩事情 是立太子 就是培养接班人 若是没有接班人 他一生做得轰轰烈烈 第二代就亡国了 国如此 家亿如此 一个家庭中 能否带出贤人 带有好儿孙 这都是妇女的责任 所以印光大师说 有贤明的领袖出现 社会才能安定 和平 兴旺 这种人才是妇女 培养出来的 今天妇女要出来 跟先生争权 结果家庭 没有了后代 虽然两人 可以荣耀一辈子 然而家庭 后继无人 家道就会衰亡 这是大错 特错 中国人从前读圣贤书 能够遵守圣贤教诲 家道能维系十几代 几十代不衰 代代都有闲人培养出来 那就是做到了夫妇有别 个人尽到个人本分的天职 所以教养儿孙 古人不是为自己家庭 而是为整个社会 为国家 为世界 培养优秀人才 将来他长大了 能够为社会 为国家 为世界 为一切众生 谋幸福 你想想 这一份职责 职不值得做 世间人常说 伟大的事业 还有比这个事业 更伟大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 孟夫子的母亲 是好榜样 她尽到 相夫教子的责任 没有为自己的 名文利养 到社会上 去争一份好工作 而是全心全力 教导儿子 所以孔子称为智圣 孟母的儿子称为亚圣 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懂 假四 长并有婿 这是兄弟关系 长是哥哥 幼是弟弟 婿是天然的 不是有人刻意安排 弟弟对哥哥要尊敬 敬长 哥哥对弟弟要关怀 照顾 而且纵然是弟弟有财干 有福报 哥哥比不上他 弟弟事业做得大 官做得大 财富很多 他对哥哥 还像童年一样的恭敬 这是有德 古圣前贤 以身作则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不要认为这是小事 它是展现道德 其功德 是潜移默化 每个人都能够遵守 自然法则 在家庭中 中国人常说 家和万事兴 在家庭之中 弟弟妹妹对长辈 长兄大子 不能不尊敬 这是影响风俗 这是建立道德的典型 模范 贾五 朋友有信 朋友之间说话 不能不算数 要信实 要有信实在 以上这五个科目 称为五教 中国古圣先贤 教导后代 就是教这武装事情 这是五轮 五轮是天道 能够随顺 有亲 有义 有别 有序 有信 这是德 随顺道 这就称之为德 教 就是教这五个科目 学 也是学这五个科目 教学是一 不是二 所以长辈一定做出来 给后辈看 他一生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决定不违背道德 以 学之序 学习有学习的方法 有学习的程序 这个程序也有五颗 以一 博学 人不能不学 现在说专精 这是在学术上 博学是包括生活教育 什么都要学 扫地要学 妈桌子要学 从前砍柴要学 烧火要学 烧饭要学 烧水要学 凡是生活点点滴滴 你不能不会 纵然你福报很大 有人侍候 你也不能不懂 孔老夫子在论语中有记载 家庭中的这些琐碎工作 夫子样样都会 至于学术 他是专精 专精而后博学 博学是指生活教育 如果一个人连生活教育都不懂 在这个社会上还能立足吗 现在有些年轻人确实疏忽了 书念得很好 不会做人 将来踏进社会 样样都不通 什么叫不通 没有人帮助他 你成绩再好再优秀 得不到助手 念书变成书呆子 书念得再多 在社会上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生活教育一无所知 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身 所以小学教育现在都失去了 非常非常可惜 诸位读陈鸿谋的五种仪归 第一篇养正仪归 那是教小学 教幼童 小孩从出生到六七岁 还没有正式读书 先教洒扫应对 你要会做人 再富有的家庭都不例外 你们看曾国藩的家训 家书 这是满清末年 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官做到四省总督 这在清朝历史上 是绝无仅有 清朝总督只管两省 他能管四省 人称他做小皇帝 曾国藩的儿女子弟 日常生活中 世事还是要自己动手 虽然家里用人很多 用人归用人 子弟都要洗劳 年轻时不能把福享尽 许多用劳力的工作 还是要教他们做 这就不容易 曾国藩对于子弟没有溺爱 而是训练他们成人 自己服过劳役 自己动手去做过 才晓得这些工作人员的辛劳 而不是从小一生 就受家庭照顾 都为你服务 所以他教儿女 要为父母 为祖父母 为长辈服务 不能让庸人代劳 这是表示自己的恭敬 在这里面学习 这是真正明理的人 才能做到 这是生活教育 是广学多文 日常生活样样都要会 特别是富贵人家 更是如此 因此 童子最重要的是要有德行 知道孝亲尊师 敬老尊贤 才真正能够学有所成 以二 审问 审是审查 不知道的要去问 问的时候要懂得 这个问题该不该问 我问的有没有错误 比如问书本里面的意思 要去问读书人 母亲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你去问他 就错了 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母亲很熟悉 你问他 就对了 审问中 这是最重要的 将来踏进社会 你就知道如何问 这个人 是学哪门学科 是在哪个行业工作 他的经验 学识很丰富 你在这方面向他请教 就对了 所以审问 是要问专家 问行家 问经验丰富的人 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对象 这是很重要的 以三 慎思 以四 明辩 第三 慎思 慎是谨慎 思是思考 思考问题不能不谨慎 这与前面审问 有密切关系 明辩 是要用智慧来辨别 才能与道德相应 如果你想错 辨别错了 现代社会这种错误的现象 非常普遍 他没有慎重思考 没有智慧辨别 在人世上 把善人当作恶人 父母至亲 可是长大后 对父母怀疑 不相信父母教诲 听信别人的教唆 世间确实有些人 用旗语 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来欺骗你 教你违背道德 违背真正爱护你的人 真正帮助你的人 他在挑唆 显而易见 挑唆的目的是 他要控制你 他要约束你 你听他的话 不知不觉被他控制 被他约束 为他作恶 这就是你不知 慎重思考 没有智慧辨别 这四条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所以穷理也 这是教你明理 明理之后 要落实 理是什么 理 是父子有亲的道理 君臣有义的道理 夫妇有别的道理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的道理 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以武 笃行 明白之后 要落实 笃行 就是落实 落实在哪里 落实在修身 处事 接物 这些地方 我们在此做一下介绍 要是不能笃行 一切全都落空了 秉一 修身 古人说的笃行 笃是笃实 实实在在地做到 现在人讲落实 落实第一 修身 言中信 行笃境 成分 治愈 谦善 改过 言中信 是诚实 行笃境 是礼境 成分 是不称 治愈 是不贪 谦善 改过 是不吃 中国老祖宗 所教诲的 和佛陀教育 无二 无别 这岂不是中国人 常说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保守一点说 姚舜距离我们 是四千五百年 释迦牟尼佛 距离我们三千年 这还是在释迦牟尼佛 出现世间 一千五百年之前 中国老祖宗 和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 完全相同 这是真理 真理永恒不变 丁一 言忠信 诚实的人 他说话忠 什么是忠 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忠是心正 心不偏 心不邪 称为忠 换言之 这就是佛法所说的 正知 正见 言语出之于 正知正见 称为忠 如果思想 见解是错误的 邪之邪见 所说的话 就是不忠 不信 所以我用 简单的诚实 来解释 能够随顺 圣贤人的教诲 知见 就是正的 丁二 行赌敬 赌是赌实 实实在在 恭恭敬敬 所以我们的行为 要实在 言语 要一致 不能够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 若是如此 在社会上 谁敢相信你 谁愿意 跟你往来 古今中外 凡是有成就的人 细心观察 他跟一般人不同之处 在于言行一致 如果言中信 行赌敬 这个人 就是圣贤君子 他绝对 不会做恶事 后面所说的四句 前面两句的注解 第一 成分 绝不能发脾气 修身最重要的 是要常常保持 心地的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所谓一念 称心起 百万 帐门开 最怕的 就是称会 愤是愤怒 醉伤身体 治愈 治是控制 你是凡夫 当然有欲望 欲望 一定要控制 这一句 就是佛家所说的 不贪 贪称痴 是三毒 祖宗教我们 成 也是克制的意思 要克制自己的称会 克制自己的贪欲 这个东西不单伤德 也伤身体 人身体奇奇怪怪的毛病 都与此有关系 三毒烦恼 现在人说病毒 这是最严重的病毒 内里面有毒 外面稍稍有一点感染 疾病就会发作 丁四 谦善 改过 这是佛家所说的 断恶修善 改过是断恶 谦善 就是修善 断恶修善 是不吃 愚痴的人不懂 他做不到 他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这是愚痴到极处 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天天要做的 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是什么 反省 反省之中最重要的 是要反省自己的过失 今天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没有过失 有过失 赶紧改正 明天 不要再犯 这是真忏悔 所以 忏悔 不是形式 这是我26岁学佛时 张家大师 所教导的 佛家非常重视忏悔 忏悔 忏悔不重形式 忏悔最重要的是改过自新 这是真忏悔 这是修身最高的指导原则 秉二 处事 处事是什么 办事 无论从事哪一项工作 甚至于很小琐碎的事情 洒扫应对 小事情也是事 不论大事小事 要懂得处事原则 正其意 不谋其力 明其道 不计其功 正其意 意 跟意里的意 意思相同 可以通用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我们处事 办事 要以道义为原则 决定不畏私利 不图有功 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 但求无过 不求有功 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尽量减少自己过失 天天在反省 天天在改进 不图有功 但求无过 就是与道义相应 只问是否合乎道义 绝不考虑 是不是对自己有利 一切为社会 为众生 为正法 久住 这是我们考虑的原则 如果对正法 久住 有利益 对一切众生 有利益 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平 有利益 这件事情 我们应当做 但是如果社会上有阻力 佛法说 语言不成熟 它有障碍 甚至于国家有法令规章 禁止你这么做法 你做不做 不能做 什么原因 佛在菩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 不犯国志 佛弟子决定不违背国家的法律 梵王经教导我们 不做国贼 贼是伤害 盗窃 意思是决定不能做 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 这是不做国贼 不棒国主 各级领导人 他做得再不好 破坏政法 毁灭政法 也不可以毁谤 应落戒经 佛教导我们 不漏国税 不犯国志 国志就是国家的法律 决定不能够违犯 佛弟子给社会 所有一切众生 最好的印象 就是佛弟子守法 秉三 接物 接物就是待人 我们是社会动物 不能离开人群 跟一切人接触 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非常重要 西方宗教经典里面 这句话是反过来说的 己所欲 我喜欢的 我想要的 就应该这样对待别人 意思是相同的 东西方宗教的创教者和经典 皆是如此教导世人 这句话范围非常广大 我不希望别人毁谤我 我不可以毁谤别人 我不希望别人侮辱我 我不可以侮辱别人 我不希望别人造谣伤害我 我不可以造谣伤害别人 这是举几个例子 所以凡是自己要细心想想 我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这样对待别人 或是想想别人这样对待我 我愿不愿意接受 我不愿意接受 这个念头不能动 这句话不能说 这件事就不能做 这才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 我不愿意别人伤害我 我是决定不能伤害别人 从因果上说 这是合乎原则 众善因得善果 造恶因一定受恶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小到个人 大致家庭 你的事业 甚至于社会国家 总不能脱离因果定律 所以古人常说 众善因得善果 这是真理 会学的人 一切时一切处 顺境 意境 善缘 恶缘 都是我们学习的场所 全都是善知识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无师 三个人是什么人 一个是自己 一个善人 一个恶人 两人都是我的老师 善人教导我正面的 我应当跟他学 恶人造作一切恶业 甚至于毁谤我 伤害我 他替我消业障 而且警惕我 这种事情 我决定不能做 正凡两面 通通得利益 他不是善知识 谁是善知识 所以真正会学的人 一切时一切处 都是菩萨学处 一切人 善人 恶人 都是善知识 善才童子 就是这样学习 才得以一生成佛 第二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古往今来 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 修行人 之所以失败 而不能成功 就是犯下这个毛病 认为过失都是别人的 好处都是自己的 等觉菩萨 没有这种想法 做法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等觉菩萨 天天都在找自己的毛病 改正自己的毛病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成佛 他还有一品生相无名 没断 那是他的过失 中国古人常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清凉大师说 只有大圣如佛 才没有过失 除佛一人 哪个人没有过失 要是说自己已经没有过失 过失都是别人的 你永远不会有进步 永远迷惑颠倒 这件事情很麻烦 这一念就是罪业 这种念头不断 罪业念念增长 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 行有不得 就是行不通的时候 反过来要求自己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 中国人五千年来传统教育的总纲 中国古圣先贤 就是用这些道理来教导后代子孙 这一份的报告 是今年冬至祭祖所用的 跟大家了 共同勉励的 确实 现在这个社会 让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让我们对于古代 神仙教育 神仙教育 神仙 无限的 向往 但是 古神仙仙的教会 现在不行了 没有人 讲了 也更没有人 做到 那么今天 这个社会的风尝 吹的是西风 东风消失了 没有了 全是西风 一切 向西方人 学习 都认为 中国过去 是帝王转职 风尽 一切 帝王使了很多圈套 来骗老百姓 把古神仙仙 那么好的 真正智慧 理念方法 一笔构小了 那些一文不值 学习西方 我们要创新 要创造 不断地创造 不断地发明 阔学技术 只有这一文 是照顾过去 除此以外 行门 太多了 需要学习的 也太多了 全都 默塞了 旧东西不要了 老祖宗的 古神仙仙的 学掉了 新的东西 用不了多少天 它又产生毛病 都在修改 在修定 怎么样能适合这个社会 看样子永远找不到 理想的 那些 规章 找不到 那么换句话是 我们这一生 活得先很辛苦 活得很累 活得很可怜 活得很可悲 来生 不堪设想 但是今天 社会大众 不相信有来生 认为人只有一生 没有来生 来生是迷信 是古人造谣 骗人的 不足以取信 那是不是真一文 果人 见人 见智 不同 确实 还有一部分人相信 有来生 对于这个有信心 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这一生 你辛苦 路快要走完了 我已经走得很接近 你们比我还远一点 但是 总归是要走到头的 那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会想到 古人讲的 吃亏是负 现在 现前吃亏 愚人无证 愚事无求 还能够 接受古神先贤的教诲 依教风险 现在是吃亏 受明道的时候 佛报就现前 独度三无道 这一生所及的福 来生去享受 修的是大佛报 人间没这么大的佛报 他天上向天呼吸 学佛的同学 对这种事情 不反对 有一些人 真相信 真相信 他的思想行为 跟这个报告上所说的 有一点古人的味道 无能无常 四为八德 佛法里头 三规五界 六合六度 正看了 他有没有收获 有 不要说莱森 现前就有收获 你看他做人 我们今天讲 那个人是好人 好人一定有好报 他相信 那细心去观察 报应就在眼前 只要你留意 你天天能看见 时时处处都看见 一点都不想 有不少人问我 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 那问我什么 他摸摸摸摸 这个社会 还会 有和平吗 和平 和平两个字 是 和目相处 平等 对待 这两句 现在学会 不声为 有 很少 很少 稀有 难复 绝大多数 人都 不遵守 这八个字 自私自利 唯利是土 很容易 伤害 别人 自己 不以为 平等 没有了 和谐 就没有了 现在人竞争 竞争升级 斗争 斗争升级 战争 从小生下来 到老死 争了一辈子 争到最后 到哪里去了 都争到山途去了 这一点都不假的 极少数不尊的人 他依照 古生行行教育 去修学 他能升天 他能升级落石 这是真正 有智慧 有福德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非常幸运 在这个世界 遇到了山途 遇到了佛 圣贤教育 这 无比的 幸运 用宗教的话 他得救了 真正能一教封信 他不躲上我头 这是最低 高一层 身体 再高一层 脱离流到轮回 这才真叫 西游南风 能不能脱离流到 难 进度中 进度中 旧能 只要遵守 圣贤人的教诲 无论修学哪一门 都能脱离流到轮回 佛告诉我们 对于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 不再执着了 就脱离了鬼 放下执着 为什么 它是假的 三千年前佛说的 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的 所以你执着错了 不执着放下了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真做到了 就可以脱离了鬼 所以古神仙仙 确实 他们所理解的 他们所见到的 他所修的 他所得的 统统是平等的 中国古神仙仙 跟佛陀没有两样 那个时代年代不一样 印度跟中国 距离很远 没有见过 没有接触过 说的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 跟这些人 相触又 两三千年 量子力学真实了 其心动念 假的 言语造作 也是假的 那我们六根 所谓六色的 接触的境界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都是在高频率波动之下 产生的幻想 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量子力学家 我们有理由相信 再过二十年 科学家承认了 大乘佛教是科学 是哲学 不是宗教的 现在物质现象 被他们揭穿 揭秘 揭穿 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我们相信 二十年后 非常有可能 揭穿 念头 到底是什么 揭穿了 也证明 佛经上 所说的 假的 是一念不具 而起的念头 不是真 就像 《灵切经》上 所说的 相思相续 每一个画面 没有两个相同 相思相续 自信 限量 不断 知乎 经常说的很清楚 等待科学家 去证明 所以 我们修佛 从哪里学起 从做好人 学起 好人的标准 是什么 就是 无能 无交 三规 无界 六活 是善 好人 希望 同学们 都要发现 做个好人 好人 认真 学习 好人 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别人 好 我们看 下面一篇 下面一篇 就会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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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